嘿 你猜我这是画的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夏天 小林玩具 嗨大家好我是小林 大家好我是夏天 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就是 容道道迷你守护精灵套装 和小林3D绘画打印笔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 Let's go 哇这是新版的容痘痘耶 没错好像是这个有蛋壳的 哇很像孵化的小baby 哇赶快打开吧 OK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有很多蛋壳 是非常可爱的 它们有这个纹路 都是各自的纹路哦 这些呢就是它们的绒毛了 大家可以看到 哇然后就把它粘到这上面 就可以变成容痘的 对有很多组合 林林的兔子耳朵 视频也不一样哦 这次月月是一个葡萄的发夹 现在还有这个标志性的镜框 那我们又来打开这个 小林3D绘画打印笔看看吧 3D打印笔 是林林的样子很可爱 然后呢还有这个是3D线圈颜料 到时候呢要放进去融化 哇太神奇了 小赶快画起来 第一回合是什么样的对决呢 第一回合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制作完成迷你守护精灵熔痘痘 但是最后一分钟 要用幸运抽签选中的道具来完成制作 啊我们不能提前知道幸运道具是什么 是的不可以 那么开始 白色和CT入色 快点快点 行不行 走走 rule 好的 切好了 然后现在呢 把它们都这样 哇你看这个 这个 Master eso 好 这么习 这也太跨机 怎么可能 你只能用一只手 好可爱好可爱的 融洞洞 是反的 完成 哈喽 那么第一回合呢 就是夏天获胜 哈喽 我知道我失败的原因了 为什么呢 就是那个胶圆圆的 然后我是用手一个一个摘下来 这个是上面贴的 你是这样贴的吗 所以我就说 这个不好不好 那个一看就是一个圆圈 然后你按下去 然后一折起来就好了 对就是直接用那个毛线球 你用手的话会摘到手上吗 对啊就是扯不掉 我终于学到了一招 所以小朋友们呢 在做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参考夏天姐姐的方法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就是彩色笔 vs3D笔的对决 用各自选好的道具 画出迷你守护 金灵容痘痘就可以了 哦 那当然是彩色笔来的比较快吧 对啊 这么大 那要怎么选择呢 彩色笔和3D笔的对决 那当然是 在上一轮的挑战中 对决定输了的小林 用大王彩色笔了 赢了的夏天 用3D笔画就可以了 哇 哇 哇 这个要怎么画 啊 啊 我输了输了 开始 哇 哇 我这个要怎么画 哦 等待一下 哇 哇 不错耶 你看我这个 哇 哇 哇 这个很顺滑耶 你看 哇 哇 哇 好 都完成了 那到了我们公开的时候了 先看看 还可以摘下来 真的是3D打印的 你看我的 你的真的也很可爱 好像我三岁的时候画的 然后还有 月月 这还有毕加索的风格 对吧 出来 最后一张 我记得还画得挺好的 下下 我觉得你的画在一步一步的提升 对 你猜我这个是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吗 下下 哦 yes 你觉得我这个呢 我这是画的什么 怎么了 他捂住了你 这个应该是你 你猜我这是画的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夏天 你这个一看就是下下 哇 第三回合 终于到了最后一轮 因为是最后一轮 所以两位不需要竞争 而是发挥合作精神 哦 合作 用3D绘画笔 给容豆豆去做视频的接力赛 顾名思义 每个人轮着用30秒 把之前的人画的画 继续画上就可以了 但是 不可以告诉对方要画什么 明白了 一人30秒 接力 那就 我先开始 我画什么 会有点大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我心里想的是一个 可以带的 可以带的 可以带的吗 OK OK 我大家知道了 哇哇哇 好吗 OK了吗 哇 那我们就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拿起来 会不会 groups 现在就可以拿起来了 搭地的眼镜很可爱 我觉得我们戴也很可爱 我们都可以带了 现在赶快给它戴上吧 嘿嘿 很可爱 哇 大成功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玩了 迷你守护精灵 容豆豆 和3D小林绘画打印比 怎么样 大家觉得很有趣吗 如果觉得有趣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 点赞 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